八十五 三十多米 入手容易 上车盘 这里也有写它的资料 一千年 它主打一个便宜 靓正 价钱 经济实惠 但坐的环境不算太好 一点都不嫩 像万煮牛肉 对 像万煮牛肉 拌饭 拌饭 我们没有叫饭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所在的位置是紫航路 今天就带老婆过来这边 走着旧月秀的地方 我们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会先去光孝寺 五仙冠附近看看 然后再走去 米试路市场买一点点菜 然后再去云台里吃饭 因为那里是一间很小很小的餐厅 我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如果没有位置就过去对面吃月西菜 现在走着就是紫航路 不知道以前我拍摄过 大家记不记得了吗? 为什么叫紫航路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条路以前是生产纸 就是做纸业 自免意识解读的话就是紫航 但它又不算是生产 它最主要是卖纸 当然生产也有的 包括去到米试路 亦都是 即是以前是米仓 我们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光孝寺 又或者是怀胜古寺那里 滑雪广州其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发源地其中一个 很多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 京商来到这附近生活 从唐代开始就有的了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光塔路 光塔光塔就是什么呢? 即是怀胜古寺 我们在这里过去 至于镜头正前方 这里上去 是可以去得到人民路上人民桥的 高架 是的 哇 这条高架窄了 再将镜头转过来 这边大家看看 那些树是不是很古旧 这些已经不算很古旧了 就是说明这条路 已经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 通常如果去到珠江新城 你是找不到 像这些这样的树 虽然未算得上古树 但是也很长历史的了 这里附近有很多古迹的 其实现在已经少了很多 可以说 但是能够补下来 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前边的光孝子 另外一个就是五仙冠 我们在路上经过都会见得到的 而且在走过朝天路那里 还有一个教堂的 再走前一点 还有静位路 又是有道教的古旨 港明附近真的很百化齐放 当时在唐代的时候 当然了 教堂不是唐代全国人的 广州当时有很多路名 都是用它一些历史而起名的 例如我现在走的紫航路 又或者施书路 现在有些去到天河新起的路名 我觉得这些路名 有诗意得多得到 也都跟大家介绍过的 如果要吃饭的话 其实如果想坐得舒服 这间路是不错的 六审西关小处 不过现在因为未够五点 就有几分钟 别人还没开工 以前这里是海猪中楼 大家看到 上面有关义营在看着 不是后面那间屋 有人住在旧岛 既旧 对呀 晚上是什么 宿舍 哦 在这里生活 步行很多地方都可以慢慢走 但是如果驾车 通常我们这些新手 真的尽量可面侧面 大家看一条路就知道 正前方大家看到 是滑车的停车 因为校校门口 是要有警察在守着 对面有满族小学 又是一家很有历史的小学 在附近 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 也有一个同学是满族的 但是当时还不算满族小学 我又看看刘九 哇大新号85 你看上边 大新号 85 30平方米 入手容易 上车盘 这里是旧的比较多 但是比较容易上车 那些独栋 一百年多平方米 一百年多平方米 五百多米 百云路 竹南直街 远路不是这边 不是这边很远的 是东山区那边的 只能放出去而已 是 慢慢向好 香港的楼价都升了 香港不同的 那就是香港的 一国两制 是 有道理 我永远都在香港 香港始终都是香港 没错 先轮行 170 电梯 230 这个在 外谷西 这个没有了 姓卫路大院 女姐姐 150 都说要3、4 这个好 3、4 这个几楼呢 应该没有电梯 是一间楼梯的 楼梯的 大概 不是顶楼 这个价钱 不过是学位 学位好 旧步前 对 旧步前好 月秀 旧屋二手楼 大概就是这个价钱 但是很多 都是会有学位的 有些人 一定是为了学位而卖 所以 其实有些 如果单价不是很高 是可以的 在这里附近居住 比如说买了先楼的旧楼 就可以在这些 这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居住 看看你喜不喜欢 如果你一路住开的地方 都是很逼劫的 你没有人不吵 那个人是不安乐的 我就是这种人 是不行的 所以这里真的挺好的 但是如果买屋 想安静的话 这些千万不要想 绝对满足不了你 你会很厌恶的 什么 马路行 马路行以前卖马路的 真的 一路回到中山陆陆陆 是真的 真的卖马路的 马路行 唐朝的时候 阿拉伯商人卖马路的 包括这里附近 有很多很多路名 都是由阿拉伯文改过来的 比如前面的仙伦行 之前也说过 其实意思就是 隔离街的小巷 它所指隔离街的主语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 我估计的 应该就是说 淮胜寺 阿拉伯语 隔离街就是淮胜寺对面 面前的淮胜寺也叫光塔寺 是始建于唐代的 是最早的清新子 甚至很有可能 是世界上最早的清新子之一 在唐朝的时候 伊斯兰教 有四个人来到中国传教 在唐正德年间 来到广州 丝绸之路开始传教 去到元朝的时候就烧毁了 因为始终这些古字 很多会烧毁 会拆 这么多年 前前后后 也有很多次 烧毁重建 它就不像 好像澳门大三巴那样 烧了就烧了 放在这里 它就重建过 1949年之后 都足足有三次的大重建 如果我没有记错 甚至乎我都见证了有一次的重建 如果从唐朝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格局 我说是你都不相信 就是这里 原来都可以进来的 我们走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 赶我们走 是呀 有礼拜堂 有汉月楼 进去看一眼 不知道有没有人赶我们走 没有人看着 真的有人进来 而且他不是汉人 不是中国人 前面那位先生 我也是第一次进来 我也是第一次进来 我是一个月秀区长大的人 这个就是汉月楼 就是这里 这些红岩 是吗 是吗 红山岩 是呀 以前也比较多 是是是 对呀 上京还有一些阿拉伯品 应该是 还有一些古迹 可能是以前留下来的古迹 因为其实 没有一下 通常我经常说 有块胶板挡住这些 都是真迹 没有那些基本上 可能是人工做 明天烂了再整个都行 这里是做礼拜用的 仍然有活动 哦 星期五 同星期五关闭 就不知为何让我们进去 但是平时都是开放的 我们可以看到 是的 在这里附近 也会有很多 这些清真 伊斯兰美食 这里也有写它的资料 整千年 整千年 三十六米 而且里面我们还看到一棵很旧的龙眼树 一棵126年的龙眼树 只不过我们在拍摄期间 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为何会在这里 真的干预 请我们出来的 我们就说跟着那个老外 走了进来 还有为何我还敢往前走呢 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孩在里面踩单车 我才知道 这么开放的吗 进去看看 都是怀着敬意进去的 就不会进去 倒乱那种心态 别人都不会怎么说我 即是广州这些比较有历史的建筑 一般都开放 都开放 都开放 这个衣丝难教 是 平时我们都开放 平时教堂 石室 石室 都是开放的 都是开放的 没错 没错 我们看完怀胜故事之后 就去到对面的仙伦行 那里买一点点菜 然后再去吃东西 如果喜欢吃清真美食 这些也很好吃 这些正宗 一个我们家附近的那间 第二个就是这里 我想 还有回闻 回闻饭店 最好的当然是吃牛肉 这里附近买的牛肉 就算随便便便的店铺 都很好吃 我们呢 那我请不请 你去晒一层 拜拜 我们进来仙伦行 我会在前面往左转 这么巧 亦遇上同学仔房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我完全憑忆的 因为我在附近长大 但是当时初中同学毕业 有很多同学仔都来了这间校 这个是分校来的 三中的本校就在 大新路大德路那边 如果没有记错 未合拼之前 这间应该是 三十七中路 应该没有记错 因为三十八是 在中山陆路的 三十四就是在 解放路的 解放路的 十四就是在 起义路的 这只剩下这间 我就凭记忆的 当然了 现在合拼了 他们就已经变成 三中的其中一部分了 他们是会将 合拼了之后 将高中部和初中部分开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这里是初中部 刚才说的 全部都是凭记忆的 究竟是不是呢 前面就开股了 其实我已经看到了 广州市第三中学 实验学校 学校门口写着 就是这里了 我想我应该都没有记错了 另外 广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就是在 人民路和私书路交界的 也不是这里 很大 看看 当然了 如果我有说错 各位观众请更证我 我全部都是凭记忆的 不是拿着百度来读的 这里 刚好同学放学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五点了 是啊 等放学 前面转左就是 前面转左就是 甜水行米私套市场 因为 如果我们不要看这个 其实是在旁边那条路入的 没错了 我只是凭记忆的 那里写着 37中学 见变更为 广州市第三中学 实验学校 没记错的 在这里过去 这里叫做甜水横行 一路出回往右转 就是 米私路市场 以及正前方 就是我先留所说的 五仙罐 五仙罐 历史 比 我们刚刚去的 光孝子 还早几百年 我们去买了 还不再说 这边是老如寿的地方吗? 是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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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老月秀的那种感觉 包括前面的寺庙 不是这几年才建的 用了这么多年 又有放在路边卖菜的叔叔 又有去买菜的叔叔 这边卖水果 很容易闹 其实如果在这里走过去 还热闹 只不过我们简单单买点 就算了 现在就进来市场 买些肉类 又看看物价 很久没有跟老婆去过市场 来看看价格 多少钱 50 20 好 买猪肉 假设买一块猪骨煲汤 21元 老闆 这边继续有猪骨 如果是肉的话 大皮上肉是10元 鲜骨还便宜7元 还有一些是腊肠 一应俱全 之前也说过 我们很少会回来月秀买菜 这是其中一个市场 比较方便 比较大的 现在不够回到 珠光路 德政路 那么舒服 还有电梯 这边不同 这边地下都可以干净 好过去西关 西关那些是一汤一汤水的 鸡鱼鱼 各种 现在农业新年已经过了 该过那些节都过了 下星期一 就已经是二月初一 正式正式正月都过了 所以食物方面 其实和平时没什么分别 还有这几天还有冷空气 还没走完 如果再过几天走完 就正常好像夏天 这里就有二楼市场 是没有电梯 原来有的 因为人们在做之前没有 我都不记得了 总之现在是维修中 所以很多街坊来买菜 就要走楼梯上去 慢慢走 2元半西洋菜 3元都买 买够3元 买够3元 没有很多菜 冬瓜都已经有了 冬瓜是西洋菜 西洋菜 西洋菜 冬瓜前天才吃 现在吃西洋菜 又有玄西 冬瓜是西洋菜 冬瓜是西洋菜 好东西吃得多 吃一些清清的 3元 再来这里 买肉滑 凌鱼滑 23元 其实不要以为 回到旧城区 物价会如何 除非和市场比 方村 或者清河市场比 其实不算很贵 很贵 特别说 蔬菜 始终成是一型 这根 pot 很贵 每个都设计 客家河粉 本当有趣 客家河粉 而是客家河粉 或是那即 店街亥 店街亥 店街那只 純米,山水,河粉 那只 店街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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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菜价钱比较便宜 生菜价钱是1.5元 早几天买1.99元 我都说很便宜 西洋菜价钱是3.5元 最便宜的价钱是2.5元 现在是番茄价钱 所以老城区买菜价钱不贵 又是2.5元 生菜价钱是1.5元 而且是很精神的 不是很肉酸的 金 金是4.5元 橙也是4.5元 一样要一些 这些很甜 老闆说过年前买6.7元 过年前什么都贵 没得说 我们买了 左手边是大名鼎鼎的五仙冠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广州景点有一个地标 有个羊在这里 所以广州就叫做羊城 这些五仙冠 很厉害 就是当时周朝相处 有五只羊 光临了我们广州省 当时有很多贫民 没有饭吃 怎办呢 他就带了一些稻米 给我们当时的广州人 渡过难关 除了在月秀山的五阳石像以外 还有这里也是当时五阳仙籍的地方 后来那些贫富百姓有饭吃 买了 买了这五位仙人 就在他们降临这个地方 我们面前的一个地方 就修建了五仙冠 这是纪念的 五仙冠其实也有 好像先后光合志 已经损坏过几次了 原来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北京老美 即是财厅的位置 港人道的位置 就搬去那边 及后再搬过来 民国的时候 因为始终时而世易 将我们面前这些地方 就卖去当时的国民政府 然后就放进去收贵国有 简单来说 然后就 及后又觉得应该要拥有这些古迹 去到1929年 就将五仙冠的业权又收回 交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来管车 然后这里还变成一个小学 就叫中山同乡会小学 及后就是民国过去 然后再将这里变成 为福西路小学 至今日很多小朋友放学 在这儿玩 锻炼身体 在这儿跳绳 是挺好的 好过一天在这儿玩电话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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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来看见的一样 现在五仙冠还在收质中 不对外开放 如果收质好之后 好像今年年底 已经完成进攻 到时就可以再过来这儿参观 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前走向 米市路的方向走过去 我们吃饭的地方应该在这里进去 如果没有记错 看看是否 总之就是这几格往左转转进去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不是学宫街 我记得是 是再前一格 再前一格 刚才经过学宫街 我们也是找不到食物 对面 新东城酒家 那就算了 那里也有站光赛 就是这里了 云台里 没错了 我们在这里转进去 没错了 已经是满座了 已经是这样 那 是啊 我们已经算早了 现在五点半 不是满座 是根本 这样 没有位置了 多夸张 我都知道是会务位 但未知道是这么夸张 全部都是人 五点钟开工 他主打一个便宜 靓正 价钱 经济实惠 但是坐的环境 不算是非常好 但是很多年轻人 都是受了社交媒体的影响来到 但是他不是说这两天才红起身 而是红了都很久 说明社交媒体 如果有些出品是可以的 社交媒体 会令到你的餐厅是这样的 爆 当然爆 爆了 我都不说什么 其实就是小红酸 是 小红酸 超红 大家看到 是好吃的 食物 我曾经有一次 我记得当时是很大雨 和中午 来的时候 都见到差不多的景象 加上今天星期五 下午 我知道为什么 下午有很多美女 是早下班的 今天是3月8日 所以 不是3月8日 也有很多人 这里叫做粤西家圆 以前是吃烧鵝 现在就吃粤西菜 隔水蒸鸡 对面人多 没办法 还有 每位女士还要赠这个 是的 这样就应该要吃 是吧 这里还有早茶 还有什么菜 叉烧 酥脆比叉烧 沙虫滚丝瓜汤 好啊 这个 沙虫菜 挺多 是啊 挺好 粤西菜 景极佳 好像摆起酒 做到 我们两个人选 选个安静点的位置 那里 都是进来这些餐厅 才有位置吃饭 刚刚开门 刚刚6点无奈 餐厅 客人并不太多 都是叫回家常菜 但是我不是很想吃 暂光鸡 有暂光鸡 对吧 这里还有很多 鱼和海鲜 都跟大家看一下餐牌 这个暂光鸡 我们是这个人会叫的 还有一个赠品 有这个 鹽叉鹅 暂光 78元一斤 黑叉烧 原来是分会员价 和非会员价 四十五元一份 非会员价 四十五元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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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会员价 又或者 这个会员价价 就差得远 我们就集中在非会员价 在这个餐厅前身 他们的烧鸵也是很好吃 我吃过一次 但是现在是否这样 我当然不知道 很多烧味 很大体 分题 还有还有少许鸡 又有六十八元半只 尤其同时 还有很多熬菜 这边 都是一些 传统的粤菜 果汁猪扒 52元 超便宜 不至于 但是 也挺有特色的 五指巫头鱼 59元 够特色的 沙窝豆角 沙姜蛳豆芽 哇 这个有特色的 沙姜葱仔炒牛肉 68元 或者叉烧九黄炒蛋 49元 拌鸡滑杂鱼 喳喳生肠煲 72元 粟米 鸡翼 52元 很有特色 鸡的价格是 78元 我这里还有一块 这边还有很多 椒盐九斗鱼 不吃了 筒骨莲骨煲 不吃了 反而这个就吸引了我们 拌鸡 应该是没有骨 就是 寿司鸡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先后我们在门口也被他吸引了 没有写价格 进来才知道 哇 108元 老婆说 不如回去吃自己煮的 我也觉得 因为吃过是好吃 但是不至于 还有 鱿鱼 78元 一斤马友 58元 一例 想吃什么 撈鸡 或者什么 不是你选 我没所谓 没所谓 拌鸡 78元 拌鸡 不是沾干鸡 不吃鸡 吃鸡 每次吃鸡 每次吃鸡 第一道菜 是脆皮牛腩 它的价格是62元 是这样的 这里有沙律 这里有沙律酱 你喝吧 这个是邓品 我就不喝了 是 冬炳热的 1 1 3粒红薯 还有这些 保气保血 滋润养鸡 最好的 摄下来 尝尝牛腩 这样的 会不会很硬 我看这个样子 就很硬 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先吃一下 这样的 外边有些脆皮 嗯 嗯 嗯 很嫩 这些牛肉 而且有这么多 我之前在广州走家庭 也有吃的 是的 那些当然没有那么多 很嫩 这些肉 一点都不硬 像什么 像慢煮牛 脆皮牛腩 是的 像慢煮牛肉 你看 很轻轻 嗯 对 那些沙Girl 那些 这个也很好 浸粉 我觉得这个挺好 嗯 18 对不对 对 只有牛腩 这么多东西 只有牛腩 还有沙律 不但不像还要好吃 外表这里 它不像那些 炸春卷 一样的 一样的 其实不是 真的包住 牛腩 再蘸一点 这个是什么酱 嗯 沙律 应该是吧 我猜 这个才是沙律 一路吃太多 油腻 又可以了 接下来 沾光特色菜 拌粉又到了 一路吃牛腩 一路拌粉 哈哈 我还没去过沾光 正不正宗 我不知道 最重要是好吃 只有花生 有些芫荽 这个售价是28元 28元 花生油就很香 然后配了辣椒醬 哦 花生又够脆 又有芫荽 这个真的越咬越有味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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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又不会死死实实 虽然你说 好像很乱 味至于 牛肉 怎可能呢 你吃生蚝 是啊 鲜头我都想吃生蚝 沙锅粥就不变了 为什么说沙锅粥不变呢 因为广州现在的天气 真的很反常 大家鲜头看到我 还穿长袖厚厚厚的 一路走一路热 现在穿短袖 现在的气温 19摄氏度 明天穿短裤都可以 但是早上又很冷 很大碟 来吃一些凉拌的味道 这个也算凉拌 很爽口很香 是要冬食的 吃过几次了 没理由 每个人都不懂 是要冬食的 油香味 粉的爽 花生 拌均匀 这些是辣椒酱 豆瓣椒 我猜是豆瓣椒 至于鲜头甜椒屋 肯定会更加经济实惠 但它根本是等于 一个士多 如果回到以前 有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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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错 也很舒服 差很远 鹤鹤的 加上豆瓣酱 再加上牛腩 有点沙律酱 更过瘾 西日不算很多很多 但吃下去 很清新爽口 其实都是炸光鸡 对 以前吃下去 只会炸光鸡 其他人不懂 后来慢慢知道 拌粉 棉藕 最出名 最喜欢的是生蚝 千年我们想到 叫花甲 不用吃 天红那家 小炳城 小炳城 真的差很远 我才不说味道 那里是主打精致 这里是主打份量 味道不知道 先说清楚 售价是56元 小炳城 好像差不多 但有个问题 先头那两味 我已经吃到饱了 这个我也是说话 我很老实 见仁见思 我喜欢这些味道 但问题是 份量不少 我原先都以为 很精致 不是的 我错了 这个真的不精致 我们经常出去吃东西 有时候要打包 有时候都不用打包 这里 我想只有一条牛腩 都够吃了 嗯 那些肉饼有鱼味 要拌饭 拌饭 我们没有叫 拌粉 这就是有少量美中不足 其他一切都好 咸的 是真咸的 我先讲清楚 但是这个拌饭 这里吃到几碗饭 如果你刚刚做完体力运动 很肚饿 这里起码我可以吃到三碗饭 哇 它那些咸鱼 这种鱼 这个应该是 沾江咸鱼 它写 我还不知道咸鱼 我看的样子就像是红衫 是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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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那些咸鱼还有鲜味 它不是那种很硬的鱼鱼 又放到下面的肉顶上 这个等了很久 老婆就说 立刻剁鱼 都不出奇了 嗯 这些根本就不像咸鱼 是像蒸鱼 很新鲜的 咸鱼当然也会有的 嗯 性价比较高 宋鱼 这些咸鱼好吃 都以为是宋鱼 对 肉饼还这么厚 我再画一块给大家看 那么厚 你看 哇 我也是一碟蛋 不两碟也不止 对 如果是饼子 大概三碟也不止 我看 饼子很薄 饼子很薄 咸鱼也有少一点 不同 那里是天河 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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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负家族 是 适应哥哥姐姐 好像卖手机店 都是很年轻的 这里就是 哥哥姐姐叔叔阿伯 是 刚才上菜的老师傅 戴着眼镜 哇 挺好的 这个要打包 嗯 这个要打包 明天送饭 是 嗯 我想 不是 吃吃吃看 它后面又有 那些肉饼 那些呢 就是我们 嗯 蒸瘦肉 水 会有些 衣在上面 那种味道 很新鲜 是吧 猪肉 没有雪味 它又入了少量的马蹄 还有有几条姜丝 不多 鱼不腥的 葱 各种 唯独这个 鱼皮很奇怪 为什麽是辣椒 只是 装饰的 我觉得是 是完全没有辣味的 嗯 它还会黏底 就是 鱼皮在上面蒸 可以吃这个 拌这个 拌这个 其实应该是 拌粉一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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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饼 但由于我实际 已经太饱了 就是这个金鱼 158元 值得吃 我们又吃饱饱了 现在呢 7点钟 刚刚过了 原来也有很多人 是我们来得早的 起码有位置 不像对面甜甜的 屋屋 好饱 这里就是解放路 最容易闹 就是这些餐厅 包括先头 我们吃不到的甜甜屋 又或者这个餐厅 都是的 如果熟知附近交通的观众 可能觉得 咦 交通路线是怎样的 其实很简单 在我身后一路去 就可以去到 到公园前地铁站 其实我们整天 想做一个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路周边有什么美食 我在附近长大的 除了幸运楼以外 其实很难找得到 时间就要走远一点 走到过来解放路 才找到食物 在前面往左转 就是围福路 如果一直往左转 继续走 就是围福东路美食街 具体位置是这样 如果走路的话 大概是15分钟 慢慢走 慢慢走 就可以到得到 镜头的正前方 就是我们先头去过的围福路 应该是围福西路 那边属于 我现在站在这里 解放中路 在我身后继续往前走 大概又是步行 我说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去到迎宾馆 迎宾馆 应该是 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有巴士可以去到香港 这里就是旅游区 和居民区的交界处 比如前面这个 一看就知道 是居民区 但是一过了前面那条马路 打横有一条喜仪路 一过了那里 一回过去 就是旅游区 那里人山人海 那里人山人海 找食家园 找食家园 还有是贵 对了 都不便宜 其实 但是对比外地的景点 广州也真是不便宜 没错 没错 而且前几天 我们看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孩 博主在香港 她是在港岛区食的 中环 上环西环 那些 哇 我们看这单价 是呆了 就是对比广州 我都知道 不能这样给的 不能给不同地租 是不同的 银马的汇率又不同 但是都真的很贵 串金尺道 香港找香港吃 但是呢 这边又有很多 这个遮煲大排档新开 我还很记得 有观众叫我 帮她找她住的地方 就是这里留上 这边很熟悉 再一次走一点 就是广州喜仪路 正前方一路一路走过去 就是我们上次美食街 所在的地方 即是维福峰路 正前方一路走过去 就是公园前地铁站的 其中一个出入口 再走前一点 就可以去得到中央公园了 镜头正前方这座大厦 就是大南路 因为我右手边 这么湿车 一路过去就是海珠广场 大家应该大概知道 是什么位置 华夏大酒店 大概走15分钟左右 不是很麻烦 一直走一路 维风西路一向都是这样 全部聚在一起 二十年前都是这样 何况现在 二十年前 塞得更厉害 那些大巴 也有大巴经过回香港 好香 哈哈哈 好香 好香 咱俩 吃点 好香 好香 一起到小道 还好 吃,不吃 走 糟 那麦 打算去北京路地铁站坐6号线 到了起义路路口 开始看到有很多年轻人 先头会看到有很多都是叔叔阿姨 来到这里 年轻人 喝着奶茶那种 但这些食物是传统的 再来最夸张的就是文记煲仔饭 刚刚被车遮住了 很夸张 坐到出马路了 已经 多厉害 所以你如果在这边吃 是的 要不然没有位 要不然就吃那些 像煲仔饭 我试过如果真的想吃 早上10点就可以了 好像是10点半开门 我觉得舒舒服服的 嗯 又想不要太贵 又要份量大 嗯 走远一点 走远一点 那里不夸张 这里更夸张 大家看看 这个叫做福林 我们会叫福林酒家 也是吃很传统的粤菜 又是这样坐在门口 而且上面其实面积不是很小 很大 因为我们吃过了 一早拿位 在这边等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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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试过这家猪脚饭 也挺好吃的 回来这里可以试试 如果没有位置 还有新开的煲锅店 也是这样排队 吃遮锅的 新开的 上次我坐在前面吃蛋撻 红色那块牌 美食节已经结束了 但是红灯笼继续放在这里 超级热闹 可惜美食节只做了一个多星期结束 否则应该会更热闹 大家看 今天已经是这样了 如果是平时更夸张 即是有美食节 我来美食节很难找食物 对啊 我们那里当然有东西 懂得找 很舒服 你当然跟着我们去吃 对啊 你看 你自然找到一些 有舒服 坐得又好吃 又抵食的地方 对啊 性价比较高的 对啊 又是粤菜 不是吃一些古灵精怪 对啊 我要二十多元吃 好鸿吞面 那又有 那就是华辉拉肠 对啊 去面华辉拉肠 在商店上 但是你想像我们刚才那样 吃正宗的粤菜 对啊 正经一点 正经的 又要坐得舒服的 又要大分量的 那你就真的走多一点 对啊 或者看我们的事 对啊 交通路线 不懂 看着我的影片 我会慢慢跟大家说 这条路是怎样走的 对不对 来到北京路 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家 因为我女儿在等我们的食物 回去的 那么 她今天下午都是要上学的 因为差不多毕业了 大家跟着我们的频道 去找食物 回到广州 继续会发掘 北京路周边的好食物 即是那些 好像先后我们说的那些 的标准 好了 帮忙分享这条影片 结束的时候 这个就是 正所谓北京路的排队王 嗯 即是排队排到这样 排队4个小时 对啊 吃就吃4分钟 没理由的 对不对 挺夸张 好了 帮忙分享这条影片 给你的朋友 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